大提还要来聚焦由高雄市文化局参与投资拍摄的国片返校 上映后票房亮眼 但是前高雄市文化局长颖利他在脸书po文 说电影在高雄上映异常冷静 还说原本是最支持国片的城市神隐了吗 不但没有帮忙办理首映也几乎零宣传 更加码爆料说是疑似剧情染上了政治 被上级交代不宜支持 对此高雄市文化局赶快出面反驳 表示除了参与投资拍摄之外 在勘景还有后续的行销 帮忙宣传都是全力给予支持 否认引力的说法 以戒严时期为背景 剧情加入白色恐怖元素 国片返校上映后开出亮眼票房 但却被爆料疑似因为取材 沾上政治电影在高雄 几乎没什么宣传 这部跟高雄这么紧密关系的影片 而且口碑非常好的影片 很可惜的没有看到局长 没有看到市长 支持这个部分的力道就会少了一些 前高雄市文化局长引力在脸书PO文 表示电影曾在凤山黄埔新春取景 但在高雄上映却异常冷静 点名投资代表高雄人神隐 没有帮忙办理首映 更爆料是因为有上级交代 不宜支持 引力很酸 说政治影响创作表现 原来说是100分的都是0分 对此高雄市文化局 秀出最新的文化月刊 强调不仅有电影返校的书面宣传 就连公车亭也有大型广告看板 反驳引力宣传不给力的说法 我们的首映是在9月20号上映的前一天 9月19号我们就办完了 后续宣传行销的上映 其实我们有一套SOP 并没有说 只是我们不要支持返校 没有这样的意思 电影返校 从开拍到上映话题不断 如今又被扯上政治操作 外界讨论行销手法到不到位 似乎也成了电影的另类宣传 记者正好报道